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 刚才我们讲到车略联盟 我们也特别请教一下副处长 是不是请副处长就 公务部门的部分 怎么样去推这样一个车略联盟 是 以车略联盟来讲 那我们有区域性的区域联盟 比如说我们分两个轴线 我们的南投 大概我们把它分成两个轴线 一个是竹山路股 西头三尼西这个轴线 那另外一个普里清静日月潭 国性这边的一个轴线 那我们尽量把同一个轴线的这些产业 比如说我们的 以西头三尼西这边来讲 是我们的茶组的文化的一个 一个太极美帝的一个旅游轴线 那我们尽量把不同的一个产业 把它们结合起来 做一个联合行销 那比如说我们今年上半年 在我们整个秘书长 就有带队到我们香港这边 来做一个太极美帝的一个 一个整个一个旅游轴线的一个推广 那我们理事长这边也都 瑶怪村这边也都有去参与整个 比如说我们的茶跟煮 这边还有我们的旅树业 都一起去参与我们这个推广行销 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轴线 清静日月潭 还有国性这个普里这个部分的轴线 我们也都结合不同的比如那个美食啊 或者我们的圆明的文化这个部分 来推整个一个策略联盟这样子 是那县政府在对整个办活动的部分 有没有就是说有一个创新的活动 能够带进我们的我们的轴线里面 来带动观光人才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以我们县府我们观光处这边来讲 我们整个一个年度的一个活动呢 除了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的 温泉季的活动 那年底我们县长这边也 也只是从去年开始就整个开始来 办理一个整个我们蓝头 蓝头的一个年度的一个活动 比如蓝头灯会 那这个部分呢 除了说在蓝头市这边举办呢 我们也结合 今年也要结合普里这边的灯会 整个来做一个整个一个大活动 那不仅说只有灯会 我们还有结合很多很多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年底的化学家 还是在这个期间来举办 所以我们会整个 那不只说只有蓝头市跟普里 整个我们周边的一些景点 我们都会在这个整个灯会 期间来做一个共同的一个行销 这样子 所以也要办一些大型活动来 刺激这样的一个游客带进来消费 那从这一点里面 我想请教一下谢议员 就以民意代表的角度来看 我们对每一个风景点 如果办活动的话 你有什么看法 办活动我看 首先应该要 所重于这个行销的部分 每办活动都要尽量 利用 透过各种媒体 告知我们的 全国各地的观众 让他们了解说我们蓝头县 在办理什么有创新有特色的活动 在办活动的当下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当地的人文地理各方面优越的条件 想为我来适合办理各项的活动 记得我在议会也提出来让县武做一个检讨 我们县武团队去章话 参加龙桌竞赛 好像得到第一名 我就请教观光处长说你感觉是很有趣还是很有名这个荣誉 那我看到草屯它社区在路上划龙桌 我就一请问请教这个观光处长 你觉得很有乐趣呢还是很有创新 你为何不在热谈这么好的水域里面来举办 世界各地组队来参与的龙桌竞赛 国际性的赛事可以带来很多的人潮 比方说现在四大运带来相当多的人潮 同理嘛同样的道理 如果日盈那么好的这个优有的条件 以前就有办理过 那因为921大地震 大地震把那个所有的整个荒龙桌的那些器具 通通给震掉了 要重新购置的话地方政府没有那个余力 是必要有县政府或是观光处 这个中央这个日盈龙桌去管理处 他们直接来建议他们是不是能够恢复过去的这么盛大 这些参与的队伍这么多的重现过去的风华 记得我们当时我是当乡长的时候 那个组队是世界来好的国家来参与 国内的不用谈 我们可以分国内组国外都是世界各地来 我记得那时候办是中秋结伴 对在中秋结伴我们不是在不跟鹿港 不是在端午结伴 对我们我们就是利用那个水域 但是还是华龙桌 那我记得我在议会也曾经建议过我们观光处 你不一定要华龙桌也可以 你利用那个那么好的水域 那么安全漂亮的水域 你来办其他的活动也可以 就是比方说蜻蜓的比赛 或者华独木舟这些坦是邵族的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色 要单单一个永度 不是单单一个永度太少了 现在是这样子啦 我回应刚刚几个贵宾讲的话 我们除了要吸引这个人潮之外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他来这边消费 没有来消费光是带来垃圾我们不要也罢 现在政府南向政策 我们政府听说是补助 东南亚的游客来到台湾旅游 但是来这边他们说 你们台湾的东西都是我们那边做好之后 拿来你们台湾卖的 我们来你们消费干什么 所以他们这个东南亚地区的旅客 他们就是来空空去的空空 根本没有掉半毛钱在我们这个风景地区 那我们要的是他来这边消费 并不是他带来垃圾 来这边带来哇 好像很多的人潮涌进我们这个风景区 但是没有让业者有任何的受费的感觉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强调 这个你像我们瑞坦目前有一个叫亲近旅行社吧 他是用套装旅游的方式 但是他是踩着业者的肩膀 就压榨业者 比方说那个游艇 他本来不是业者 喜欢自己降低价钱 就是因为他又 他又为了要 手组这个套装的旅游 游艇业 还有这个 自行车的出租业 还有九族文化村 他这个缆车 我这样整整体这样 製造一个套装的旅游 旅客很喜欢 他是把这个价钱压低 压榨这些业者 让他们好 好促销 他们促销的价钱 钱他们在贪 你夹借没走 夹借你没走 目标减民 人最重要 他没贪也不行 所以业者 当然那些业者也是 不肖的业者 他宁可不配合他 大家同意介绍 就不用让他受制于这个旅游社 所以我建议是说我们既然有 县政府有设这个观光处 我们县政府来举办的话 也比较有这个公信力 你所有 做这个套装里面 你说我们家主要介绍 我相信 老百姓一直是消费者 旅客还是相信政府 我们的品质 我们各方面的要求 政府一定比一般的业者 要来得严格 至少人信用政府 你这绝对是 合法的 安全的 业者来配合 而且也会顾及到业者的权利 他本身应有的利益存在 你如果说好啊 你就要求 假设一定要贪 品质方面你就 会打折 相对的 对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这个 除了 政府要 要主动的 来 替这些我们 服务业 我们旅游业 来 行销 而且要 创造他们的商机 当然 我在一位也曾经提过 我们去 搭飞机 那飞机上的广告 我们台湾 的广告里面 资贵坛 比一 一碗拉面的广告的时间 还要短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们这个 这个交通部观光局 他们在行销各地的这个 这个风景 风景区的景点 他们用意何在 是真的 着重在我们台湾的小吃 台湾就只有台湾小吃 住民而已吗 我们日会谈是文明国际的风景区 居然比一碗拉面 还要是广告时间还要短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除了我们县政府本身 办活动之前 要先做好 周详的规划之外 行销是很重要的一环 而且更重要的还要建立中央向国际 来做行销的工作 这是应该是重点之一 是我想非常感谢谢医员提了很多 实际的状况 因为议员本身在当地 他更了解现在的一个生态 怎么样去做 所以县政府有责任去 处理这个部分 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但是我们有套装的行程 有我们走线 都规划了 那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业者 有没有办法 去做策略联盟 那理事长 这里我要请教你 就我们都会觉得说 业者有些就他 没有办法 他一直希望单打独斗 不希望 策略联盟一起来赚钱 有人就说 我自己贪钱就好 别人买了 怎么办 但是 现在 现在的一个形态 就不是这样子 如果再不去做策略联盟 我相信 只有一个 越来越萎缩 不晓得 理事长您的看法 其实 也感谢议员 有这么帮一直这么要发声 那 我当这个旅馆公共理事长 以及我们强域联盟的理事长 大概有这两年的时间 像去年 已开始 我就一直在举办这个 所谓的彩线团 今年 从1到7月 我大概也有办了三场的彩线团 有 入境协会的 有官方发展协会的 然后甚至 下个月是 这个月是国旅的 有三 三个提示的这个彩线团 其实我们业者都知道说现在不合作 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合作的部分的话当然也没有限制说只是住宿的部分 旅馆的部分 我们有联合到 现在目前的精致旅游 尤其现在散客 亲子旅游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柴果 然后有办法做一些农村体验 因为必须要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尝试之后呢 把市场区分开来 国内旅游不能 只是 一昧的这只是说只是吃跟住 你住的再豪华然后你没有体验到我们在地的生活 没有体验到我们农村的 一些有趣的活动 那你来这个地方你也是白来 所以说我们业者一直持续在转型然后也是努力的在合作 那所以 包括 主路促进会 这个月要办的就是 你可以去烤猪桶饭 然后你可以围炉煮茶 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围炉煮茶 你甚至可以烘焙茶的体验 然后再就是有 清竹园区的 你可以去蒙拉 甚至是说你可以去采果 这些 对于我们这农村的体验来讲的话 对我们国内旅游 以及对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市场 可能会更贴近 我们这个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点子 就像 我们讲刚 谢言讲的跟您讲的 我们要怎么去策略联盟 总是在价格的一个合理 合理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让我们的业者能够接受 我想这是 我们未来可能最重要的做的 我们都担心说我们很多的 产业上面 会 造成一个问题 我不晓得哪一个人讲过一句话 他说 泡沫的彩虹是很耀眼的 但是当 破灭之后呢剩下空气 那不晓得是不是教授你讲的就是说 我们在盘整之后 如果 他没有办法再回到那道彩虹的话 可能 未来会更糟糕 您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 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包括刚刚谈到的策略联盟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刚刚 理事长也提到嘛 就说我们 主持人也提到就说 这个 其实在危机之下来讲的话 其实 同业 要如何来进行整合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 在 我刚提到的也是一样 这个德青的墨干山的这个地方 他的 五大的这个民宿 五大的这最贵的这几间民宿 他们现在也开始来 吹了所谓的整合风气 那为什么要去做整合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现在是要打一个团体战的一个年代 那他的结合是一个所谓的 刚刚我看到 刚刚我们看到是所谓的五加恩 五加恩的这个部分 就他们有五大民宿然后来 来跟其他的这些周边产业来做串 来做串联 跟什么去做串联呢 可能是跟地方的这个 所谓的地方的艺术的工坊 或者是说跟 音乐有关的 或者是说跟一些这个 在地的 特产有关的 那其实就是说横向的整合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说在在危机的危机来临的时候 那如何来去做一些重新的盘整 那另外就是说还有就是 如何去创造一些在地的特色 这个其实是我们 南投 南风社区就是梅西社区 那其实也最近也有一个所谓的 Cooking School 那藉由泰国的一些的Cooking School概念的导入 然后呢藉由饮食 来了解原住民的文化 甚至是我们自己的业者 所谓的公路餐厅的业者 也转型 也转型成什么呢 就所谓的这个叫蒸宴 用所用 他去把这个整个的桌子全部去做一些改装 然后呢去 发展出 以蒸 然后为 为主要的这个噱头 然后呢 结合在地食材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像这些都是 很重要的一些这个 转型的一些机制 所以在这个时候 也或许就是说 危机就是转机 可以 静下心来 好好来想一想 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 我想教授讲的很有道理 这个时候是最冷清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找到转机的一个时机点 是 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位贵宾提了很多 不外乎是希望说 当 我们的观光冷淡冷清的时候 我们另外找出路 我们另外找到一个彩虹 我想那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非常感谢 世卫国宾谈了很多 谢谢你们 我也请 世卫国宾做一个简短结论 首先 接远 做简短结论 我想 还是本持我个人的理念 首先我们要 发展观光事业 应该由业者本身 要深知 检讨 要寻求 改善 无论品质 或是硬体或软体方面的建设 其次呢 我还是要呼吁 呼吁我们政府 甚至要呼吁我们中央 政策要灵活一点 你的政策绑死了 让我们 百姓没有 无所事从 那个摇摆不定 比方说你 蔡英文政府 他 刚刚 选举期间说他 不会限电 绝对不会缺电 现在 甚至大停电 让人民由 期望 变失望 激进到绝望的地步 这个如何让民众 会有这个心情到 出外去旅游呢 要让民众能够很宽心的 放心的很稳定的 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规划 他才有那个余力 还有那个那个心情到 各地去旅游 刚刚我们林理事长所讲的 我们国内旅游的品质不亚于 国外 事实上就是如此像我住在日月潭 我到国外去 所以 李长 谢医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让国家社会的安定 才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财务的收入 然后安定我们的民心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 朝着这方向我们希望能够旅游业 我们南投县做得更好 所以感谢谢医院 接着 我们的李市长也简短结论 好 谢谢主持人 那有些事情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做刺激 尤其在这个国内 消费 国内旅游这么低迷之下 要希望说中央政府来做一些 刺激的话 在这边建议是不是 可以用 一些 这个 电子公司的企业啦或者是上市上柜 甚至国营企业他们对于一些员工福利 发放这个 以前我们做过的这个消费券 这个方式 刺激他们这些 上市上柜的 员工 还有 那个国营企业的员工 拿到消费券到我们国内来消费 刺激一下我们这么低迷的一个景气 是谢谢 感谢李市长副所长坚然结论 在这个产单经营的时期 我们现场 在我们现场最高的这个观光首都的原则下 我们工部门 希望结合我们的师部门工协会来 一起大家一起来打拼 让我们的观光首都 的政策 能落实 谢谢 是谢谢副长 我们教授也简单结论 最后其实我借用我们 柯耀东柯老师的一幅画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这个画里面 其实有我们传统的 住家 然后呢 还有 有鸡有鸭的 这样的一个乡村田园的一个生活 其实整个的观光发展的 应该要去 在南投 其实未来发展 包括了就是说农业的部分 包括原住民的部分 如何回归到最原始的 我们在发展产业的 这样一个初心 然后让 很多的一些不管是国内或者是一些国外的游客 来体验我们南投农业的原住民的 在地的乡土的一些特色风情 我觉得这是未来整个我们发展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谢谢 感谢四位贵宾 我想 南投县的观光 可不可以 再看到美丽的彩虹 要靠大家一起来 政府也好 我们的业者也好 那我们的游客希望能够 到这边来消费 事实上行政院也 讲了几句 就是说他 林权希望交通部提出什么开拓多元市场 协助产业转型 扩大内驴 还有创造 产品稳固入客 我想有这样四大的应用策略 它 是口号吗 还是 真正能落实 我们 一起来 看看 我们行政院现在做的方向 其他呢 要靠我们自己 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来打拼 南投县议会议长何胜峰 跟大家一起来关心 让我们南投县的县民 能够更好 生活的更快乐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好吗 谢谢你 感谢你收看 谢谢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